北京时间2023年10月7日 DAT6T球星挑战赛蓝州战上演焦点对决 林高远在南单四分之一决赛迎战张本志和 之前在混双赛场,林高远输给了张本志和 再次相遇就是复仇之战 大家都知道,在高远比赛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个别运动员因为身体不是退赛 而张本志和的嘴唇看起来都发白了 但他依然在得分后大吼大叫 嚣张庆祝 相比较而言,林高远比较沉默 完全专注于比赛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比1 第三局很关键 两人形成缠斗 场上气氛特别紧张 关键时刻还是林高远把握住了机会 以17比15惊险赢下这一局 第四局,双方争夺仍然很激烈 林高远在多拍对攻中发挥出色 局末在落后的情况下连续得分 几个超级球得分让张本志和无可奈何 张本志和也喊不出来了 最终,林高远3比1淘汰张本志和 为混双失利复仇 挺进南单四强 应该说林高远关键时刻特别坚决 出手很果断 技术层面压制了张本志和 拿下了一场特别漂亮的比赛